阿焦 冰場藝術壯擊團隊結合電器神將 舞蹈帶來別開生面的演出 我成的他心醉 我成的他心醉 還有小飾製作《狭海之聲》 五一點三 生動精采的表演為現場炒熱氣氛 欢庆台北狭海城隍爷圣诞 大同区公所举办2022恋恋大道成 城隍老爷生日趴 副市长黄珊珊也到场一同祝贺 并分送受讨给现场民众 刚刚讲疫情期间 但是台北的疫情我们慢慢在控制 真的真的 虽然每天还是有看到很多的确诊案例 不过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可以几乎正常的生活 所以只要把自己保护好 我刚刚确诊完毕嘛 这表示没有什么大代 那现在市长还在确诊 还在隔离中 那这场疫情让人非常的恐慌 那我相信在台北居住 我们应该是相对的安全 所以尤其是刚刚进到这里来 我们有城隍爷的保佑 然后今天还看到了马祖 所以只要心中有信仰 我们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 那我们台北市今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振兴 那刚刚我们通过了纾困专案 那接下去是怎么样振兴商圈 本来我们是七八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振兴活动 但是现在我们先要可能稍微pending一下 不过我们的文化是不会停的 我们的艺术是不会停的 我们大稻城的美是不会停的 所以即使疫情这么严峻 大稻城还是台北最有魅力的地方 没错 所以一定要假日的时候来大稻城走一走 这里有历史有文化有艺术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非常棒的商圈 没错 完全特色的商店都在这里 真的 所以要代表市长向所有的商圈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努力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称奇的我们大同区非常重要的商业 真的 今年我们跟上次跟大家商量 就是今年的年货大街 我们希望能够把灯拉到后面去 把捷运的人拉到这里来 哇 赞赞赞赞 今年会希望在大稻城有一个新的面貌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 让我们这里成为台北市最热闹的亮点区 也希望大家常常来大稻城走一走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 第一点真的是 心肯夥肚 结果佛祖 你的健康最重要 我们才来说贏努力 所以为什么贏努力的宿秀宿秀宿秀 就是愿望 就是大家平安 还有什么损失 然后 那个电视也好 广播也好 或者是报章杂志来访问 他一定要问的 不是你要贏多少 不是你贯献多少 给国家 不是要问这个 问你一个就是刚刚 我们珊珊小妹妹说的 振兴 诶 请问你这次的活动有多少 怎么会参加 有参加就是有担保 稍微会参加 他如果自己在缺人 你就会参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店家的合作 产生了我们知道其实都在动 整个地方节跟别人不一样 大家都在包 包什么一包一包都人在叫 叫要做什么 吃的多好你不知道 说吃的 买的东西就会贴下去 下去厨杀 我是站在门口看他们生意不错 我十天这样说啊 因为他们有贪 有贪 有中 有春 这有法度落在那个功德上 所以他的贪贪 也是我心里想 愿望的事情 你说这样对不对 我不对我不对 疫情期间 大同区公所将在六月四号到六月十三 推出食物厂线上走毒活动 准备千份店家福袋 民众只要线上看影片 就有机会抽中 活动不止商圈店家热情响应 同时多位民意代表也共襄盛举 为狭海城隍老爷祝寿 也期盼疫情快快退散 早日恢复荣景 刚刚我们文文杰已经有早点透露 不是应该真的 这一次的疫情在我们整条 人家说台湾街一条街中有街 真的花味粉带就很 你看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间 大家又不愿望 那个民众都心慌慌的吧 所以说台湾街中有店街 哇 自己都多一个 豐富的药材 来提供给我们民众 应该很多民众都喝到我们的豐富茶 所以花味不止说带来很多经济 而且保护了我们的民众的心安 这是真的 很感谢我们的春安爷 我们这里所在地就是中医药的核心 我们的清冠一号 还有很多治疗我们所谓整个新冠的药方 差不多一百多种以上 志伟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中央有申请到一个一笔大型的补助 每一个店家 不管是中医中药文创 还是爱情的这个源头 在这里 要给大家报告 只要你提出这个申请 我们都可以直接协助 希望我们在地的商圈 再会再拚一下 我想走入整个新冠的伟生 经济要开始起来了 拼经济好生活 是我们爱走的 我们以前这个叫做圣诞千秋 现在随着时代进步 改做生日趴 所以其实我想 从一个绕境 提升到整个叫做文化节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文化 提升的一个表现 那这段期间除了花登特长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市集 还有许多的仇神系 真的希望我们更多的民众 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陈黄爷当初 其实也就是因为 有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也透过我们这陈黄爷出巡 让这个疫情可以压下来 所以我想这我们以前的民众 非常的感念 所以我相信 这个疫情在短时间之内 绝对可以慢慢慢慢的稳定下来 然后我们市长 这个也非常的专门 也一直常常的预估的 非常的准确 看起来我们应该可以 在短短的这一两个月里面 让这个疫情的渐渐的平息下来 所以接下去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我们的各行各业可以恢复正常 可以重新的振兴起来 让大家的生活都恢复正常 因为这次的疫情 真的是造成大家非常的影响 因为去年是政府的这个三级被限制了 但是这一次是我们百姓自己限缩自己的行动 所谓的类三级 然后反而是遥遥无期 所以这个影响反而是更深远 所以我们希望民意代表 其实我想包括亮俊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共同努力 透过民意这个市政府的力量 在未来大概八月九月的时间 然后我们准备更多的一个振兴办案 透过大家的反应 包括我们商圈的一些建议 让我们的生意可以慢慢的恢复正常 今天大家会想说 奇怪我怎么没有穿我的背心来 怎么穿一个红色的外套 刚才大家都说 我们的这个城隍文化记 以及我们大同区公所 还有城隍庙 其实一起来对我们在地的产业文化 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来结合活动之外 我必须要说在进步议题上面的努力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城隍庙 跟各位的好朋友 今天穿红色是响应什么呢 今天是5月28号国际月经日 那大家都想说 女性这个月经听起来很敏感 很污秽 所以今天我想应这个活动 穿了红色衣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台北侠海城隍庙 在前几年有发布一个声明 说大家都说是不是月经来不能去拜拜 没有这件事情 城隍老爷就说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只要大家诚心来祈求 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念 就是说不光只是文化 产业历史宗教以外 在议题上面的进步的这个推广 我们的这个峡海城隍庙 跟我们在地的好伙伴 也都非常的用心 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 那也祝福大家 在这次的疫情 大家都能平安度过 永乐广场 还有城隍毛线庙装置艺术 也欢迎民众来店家兑换福袋时 别忘了来城隍庙拜拜 和可爱的Q版城隍老爷 拍照打卡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在奥运行 angels 在家苹支持 季歪